我相信各位家長們拿在學齡前的兒童 關於學習是非常重視的 尤其是數學真的是活用的喔 我的數學老師總是說 數學是活的 不是死的 你們還在用數字磁鐵 還是一二三四加來加去的數字版嗎 現在影片中的就是 美國幼兒都在玩的數學教具 萌式教育 學齡前建立數學的概念 理解加減乘除還有分數的運算 把抽象的運算過程變化轉化為視覺化 透過精心的設計一到十個形狀的積木 一歲的小朋友也可以邊玩邊學 還有辨識數字的符號、排序、數量還有大小 但小孩子長大一點之後 就可以進階一點學習加減乘除 分數還有其他的基礎計算喔 數學對我來講我覺得最初的印象就是 非常很痛苦好難 因為我以前最早我媽媽就是用硬幣來教我數學 也因為學不好所以變得討厭數學 現在身為媽媽的角色阿 我就會覺得希望阿 能夠讓我的孩子喜歡數學 而不是害怕又恐懼 這一款美國的數字積木阿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覺得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阿 讓我想說為什麼我當初那個年代沒有這種東西呢 史丹佛大學數學教授推薦的美國的這一款數字積木 除了基本的加減乘除、計算等以外呢 還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玩法喔 可以把很有趣的玩法 積木阿 越玩越豐富 然後也可以開創小朋友的大腦 讓孩子呢 開發大腦 在家裡也可以輕鬆玩數學 家長呢一起陪玩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喔